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新穹铁道 2.5灵莎造化物太强 一命集完全体 玩家自制飞消剑魔欣赏 崩铁,惊人之举 翡翠流水现身 创造神级历史卡池记录 崩坏新穹铁道 八重鹰加尔复刻角色爆料 飞消和灵莎技能新体系 有关2.5版本卡池安排 原定新角色为飞消和灵莎 不过根据舅舅的新消息来看 飞消可能延期 这个延期所指在下半上限 还是2.6上限暂且不知 具体内容可以等一下后续的消息 提前囤新穹还是很有必要的 灵莎作为很早之前就被确定的角色 将会作为击破奶登场 目前除了确定能够加入到流营的队伍中 还未有其他赛道的测试信息 根据舅舅提供的新消息来看 灵莎的召唤物形象为兔子 有点类似隔壁摇摇的月桂 非常可爱 而且可以多次召唤 有关召唤物的技能 大概会有治疗 消刃 净化 减少CD的功能 总体来说用处真的挺多 不过并不是100%确定状态 各位开拓者大致了解一下即可 有关灵莎的命座又有补充 舅舅表示一命和六命为核心心魂 二命和四命锦上添花 这样来看的话 目前的目标可定为一命 具体效果如何 就需要通过2.5版本的解包信息来确定了 贴吧有玩家发了停云的角色套模 还别说 套上静流的建模之后 这个版本的停云有一种飞消的感觉了 不过以上图片均为游戏中的角色套模 Mark展示 飞消的发色组要以蓝白色为主 停云的服装主要以黑色为主 还有粉白尾巴 新角色的建模需要等官方高清版本 会有惊喜等待着大家 有关2.4版本的新角色信息 官方将会在7月16日至17日这两天为开拓者揭晓 2.4版本将会在7月19日外 2.3下半卡池流水来了 即翡翠银子卡池的首日数据已经统计完毕 根据夏图所示 首日的总流水达到了22万美元 略低于之前的枝羹鸟 托帕卡池 但超过了上期的波提欧 浮悬卡池 可以说是五五开的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流水数据只是一个估计值 具体以商店排行榜上的数据为准 目前 崩铁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前十 在四代人气区域中 国福排名第五 稍逊于小小妹绝区0 尽管由于时差原因 美福的卡池尚未开放 但日福却取得了巨大成功 成功登顶 这充分展示了日本玩家对老米的强大支持力度 无论是任何新游戏或新卡池 在国内可能会面临争议 先有人问津 但在日本 老米总能够屡次登顶 这体现了 他们在日福具备的惊人统治力 令人佩服 至于韩福 目前在飞榜的边缘徘徊 排名第十 总榜方面 DNF手游连续霸榜九天 王者荣耀掉落一本 目前排第四 生前是和平精英 小小妹绝区0排第六 后进足 公策开服一周 仍未掉二本线 本期主角封铁的翡翠 迎之开服后 未过二本线 翡翠是老米的新角色卡池 往常说 挂零都是一本线 但这次二本线也挂了 现在要与京西同台竞技三本线或专科线的大舞台 常离迟也即将到来 明日方舟排第四十 元神排第四十三 明朝排第七十一 阴阳是排第125 陈白禁区排第159 Fartigo排第167 身后是排第168的重返未来 1999少前二无七迷途 仍在飞榜中 翡翠的流水 怎么会暴跌成这样 她是女大姐姐 技能动画还带有一些S属性 为什么突然大家都不喜欢她了呢 现在才是2.3版本 皮诺康尼主线剧情还在进行中 下半卡池就这么拉垮了 以后怎么办呢 希望不要被明朝反超了 这个结果既出乎意料 也符合情理 官方在本期对新角色翡翠的刻画上 本来就没花太多篇幅 2.3剧情的亮点几乎都给了流营 下半部分几乎没有宣传翡翠 因为和小小妹绝屈灵的公测时间冲突了 翡翠的角色强度也一般 卡池里获得她的玩家都是开服的 老十星角色确实不太好抢 玩家还是那些玩家 但同时支持三个游戏确实有些困难 根据卡池复刻的时间顺序推测 接下来可能会有真理医生和花火的复刻 真理医生的复刻是合理的选择 因为他在追击队中表现出色 并且由于之前的全民送活动 成为了持有率最高的五星角色 无可匹敌 而花火的复刻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欢愉 期待她再次展现出色的表现 现在我想重点介绍一下灵莎 毕竟玩家们都非常关心 这个辅助角色对他们抽到的流营 带来了多大的提升 在论坛上 有人提到灵莎可以进行治疗 虚弱敌人的防御能力 净化状态效果 以及减少技能冷却时间 其中减少技能冷却时间 这个机制可能有些费解 一些玩家猜测 灵莎的召唤物在行动后 能够治疗和解除队友身上的控制效果 但这个机制本身也有冷却时间 而灵莎可以减少这个冷却时间 如果这个猜想是正确的 那么流营的能力将变得无与伦比 尤其是二命流营将直接变得更强 如果灵莎真这样竟能走出测试符 那拳灯王的称号真可以给到他 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飞霄和灵莎应该都会有召唤物 这一点还是令人期待 在早些时候就有提到 飞霄可能有双形态 但希望他们的召唤物 不要像警员神君那样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挥作用 希望他们能够迅速进入状态 当我们再次返回仙洲时 将会出现八重鹰 虽然很多玩家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个消息 但现在在2.4版本中 我们确实迎来了重返仙洲的机会 只等八重鹰登场成为我们的引路人了